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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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此之外 我们制作团队还特别设计了一个短信的民意调查来供大家参与的 今天短信民意调查的问题是 你觉得女国会议员有受到尊重吗 A是有 B是没有 参与的方式也非常简单 您只要在这个手机的短信栏内进入WSYP 在空一格再进入A或者B 然后穿送到32770 我们在节目的尾声的时候将会针对这个短信的问题 做出这个统计并做出简短的频数 现场我们也请来三位嘉宾 其实我们今天的节目将会有四位嘉宾 其中一位嘉宾在这个节目进行到一半的时候 我们将会进行替换 首先由我来介绍 第一位是来自这个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的政务次长YP 达丁巴杜克周美奔欢迎你 再来我们有职业律师郭毅宁律师欢迎你 谢谢 还有我们也是这次的 我们非常荣誉请到这次这个当事人 也是华都亚野区的国会议员YP冯宝军律师欢迎你 好 好我们直接进入今天的主题了 可能我们先来问一下YP这个冯宝军 这次事件你本身可谓是成为这个媒体的聚焦点 但是你本身的感觉是如何 从一开始这个事件发生的时候 感觉到后来整个事件延续 似乎没完没了 那个感觉似乎有没有改变呢 当读到报纸 这样污辱的话 在国外发生 那么我觉得 very insulted 还有人给污辱 那么到发展到现在目前的情况 我自己觉得有点失望 还有点担心 担心什么呢 谢谢 担心如果我们看这些这个整个到发展这个课题的情况 我们呢里面的高层领袖也是有一部分有这样一样的 mindset 看为这些所发生的污辱妇里的这个事情 可我们可以问问一鸣啊 你作为一个当时的这个第三者 你对当事人有这样子一个反应 你觉得是合理的吗 非常合理 那句话 insulted这句话 不管在民事案 都有用过这句话的吧 这个是非常合理的 因为这整个国会辩论议题 都是谈一些政府结构政府的这对公共的一个负责任的议题 而不能一下子转移射线 阶级发挥 侮辱到一个女性的生理的这个议题上 这是非常低俗 低级出俗的 你对这一次的这个事情又有什么感觉呢 基本上无论是站在我们部门的角度 或者我自己本身身为女性的这个角度来看呢 我觉得这一次的这个事情呢 是让人家感觉到非常遗憾的 遗憾是因为我们发现 仍旧有一些男议员呢 在两性的这个课题方面 还没有适当的 还没有达到一个程度的这个醒觉 那么而更让人家遗憾的就是说 这样的一种用这样的一种语言来回应 那么用在一个庄严的这个殿堂上来辩论 我觉得会让人家感觉到这个 整个国会蒙羞啊 那么这是一件非常 这些用语是非常粗俗 令人感觉到 就是说让人感觉到愤怒的 可是从这些媒体的这个发展来看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世界似乎到了这个 可以说是告一段落了 包括这两位议员在做错道歉过后 很多人都认为可能事情就此为止 不知道一年你认为 这个道歉本身是合理吗 道歉其实是一个政治的艺术 其实我们百姓当中 人民是接受道歉了 做错事道歉了 我们最怕的是做错事了 而不道歉又不悔改又不醒悟 下次还重犯 我们很难去了解他们两个人的内心 不过我真正的希望 他们道歉是发自己内心 不要再犯了 当事人怎么说对于这个道歉 我觉得他们的道歉 很真实 因为我们看整个发展的东西 第一 八天过后才道歉 当时我们提出这个东西 医长不批准那个东西 我们有叫他 但是没有争取那个机会 八天过后 星期三道歉了又收回 现在星期五道歉 因为现在部长 因为上运的压力 因为情况需要才道歉 所以我就觉得 因此道歉 就是很难要去接受 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 我们说人非圣贤 俗能无过啦 我相信政治人物本身 他们有相当大的包袱 道歉本身 可能对他们政治前途 蒙上阴影 不得不以一个 可能最后他们最后也是道歉 我们可以不以这个角度 来原谅他们呢 可能YV大丁白 不跟你回应一下这样子的说法 我的看法是 这一次的这个道歉呢 只是这个事情的一个段落 并不能说是 这个事情的一个结束 主要原因是 这个当事人 他道歉是否有诚意呢 必须看未来 他的表现如何 我们才能知道 就是说他是否有诚意 那么第二呢 如果这个事情 我们不暂时的 告一个段落 然后来听其言 观其行 就是说 才来对他的这个诚意 做出判断的话呢 那我们就难免会纠缠在这个事情 那么跌跌不休 而事实上在整个的争取 这个女性的这个权利的过程当中 我想我们有很多 还有很多很多 很重要的事情 必须要去执行的 所以YP Danduka的看法是认为 事件可以告断 但是我们还是要观察 这两位议员往后的一个表现 不知道两位有什么看法 你先了 我觉得整个 如果这个两个议员 所向的道歉 我们就讲 The matter is closed 我担心的就是 可以避免 as a deterrent factor 给别的议员 不为重瘾 发生这样的事情 在国会吗 你认为呢 所以我有点担心 刚才我有点担心 我在讲我有点担心 我在这边要特别说的是 告一个段落并不是结束 告一个段落并不是结束 我从头到尾呢 我一直 我的看法都是这样 我们可以接受 但是我们不能忘记 同时我们还必须要持续的 继续的这个观察和监督 那么希望这样的一个事情呢 对他们来讲能够 达到一种警惕和一种教训 希望他们从此 对这个女性的课题 有更高的一个敏感度 一名你还没有发表意见 关于这个道歉 是不是应该成为一个 告一个段落 不应该在同一个课题当中 继续的这个 可能关注 你觉得是这样 整个过程当中 这两个议员确实受到 这民间和这个媒体的鞭策了 这普世价值观 真的是从 从这十天之内 体现出来 这是马来西亚的一个 针对反女性歧视的一个 共同点 然后在 副女发展部长 见到他们 也告诉这个内阁的看法 向这个 也通过这个副女发展部长 而 收拾道歉 所以在这两个机制上 民间 媒体 政府 内阁方面 做到了 唯一还没有做到的就是 国会 就是 也许是可惜 就是在这个技术上的问题 所以还有这个国会 这边还需要解决 其实宝金认为国会应该采取什么动作 接下来应该就把这个事情忘记了吗 还是在下一次开